在酒跟菜的搭配上面 应该是没有禁忌的 因为实际上这不是胃的问题 是这个酒能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感受 我发现陕北有一种石榴 石榴 到最成熟的时候依然是酸的 当地人拿来做药 熬成酸石榴膏 自哮喘自慢性自吸管炎 结果我发现 这个酸石榴枝跟可乐之间的搭配 绝配 好喝得不得了 这只有我们家有 他们家有 那个咖啡叫什么 姜汁咖啡 有 都是奇奇怪怪 您平常经常自己做点实验 把这个互相味道搭起来 都不做 但是都是偶然所得 这个姜汁咖啡呢 是因为我香港很多朋友 当年去黄山 冬天有黄山 要在杭州中转 当时黄山没有机场 所以他们去黄山前 跟下了黄山以后 会到我家转一转 黄山的冬天景色很美 他们都觉得很冷 那我就熬一杯姜汁咖啡 请他们喝 他们喝了以后很感动 然后他们说这是冬天最好的饮料 所以慢慢就传开了 您的多大的功夫 还能够用来琢磨出这么多吃的东西 只有一个办法 用力的认真生活 高级 不要蜻蜓点水 蜻蜓点水 你永远都是个消费者 如果你用力的生活 你就可以成为一个输出 今天钱力老师 咱们过年给我还带了一个 给我们讲讲这个的百科 香匪 这个是残存在浙江的盛州 租记 还有像盘安这一带 一直延续到在晚南 在盖北的一些地方也有 它其实是一个补山术的亚种 第五季冰河期以后残留下来的 那这个是坚果类当中 香型最独特 油脂最丰富 我今天带来的 其实在我们大年初三 既可以代课 接课 也可以用来下酒 中国人喝酒 最好的下酒菜 其实就是椒盐化石 也是怀盐化石 那你指的是喝黄酒 还是白酒 白酒 如果是黄酒的话 最佳的下酒菜 可能 我有资格说 因为我是绍兴人 对 梅豆腐 梅豆腐 梅豆腐是黄酒最好的下酒菜 他带我去吃过 梅豆腐刺身 后来有一次他去杭州出餐 然后我就把他给弄到那儿去了 好吃吗 他吃不了 我没受过教育 你讲没豆腐就没豆腐 还刺身的 就是没有加工 没有任何加工的 就是捞出来 其实我们是现在被商业的规矩灌输着 什么样的菜配什么样的酒 作为一个有自己意识的人 或者对美食有追求的人 你可以自己去寻找 这还是一种建构的一种 建构 对 他并不是天经地义的 说什么酒的味道跟什么菜 那你洋酒配中国菜吃的这味能对吗 对的 也能对啊 完全对的 因为过往我们中国菜 你能够获取食材的半径 最多只有五公里 但是今天我们能够获取食材的半径 起码有五千公里 都能够跟威士忌酒配出 碰撞出很美妙的一些感觉来 在酒跟菜的搭配上面 应该是没有禁忌的 因为实际上这不是味的问题 是这个酒能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感受 不同的酒是喝出不同的氛围的 比如说杯酒可以试冰犬 比如说有鸿门宴 也可以煮酒润英雄 酒是有社会功能的 所以这个酒 还有军事功能吧 还有温酒斩化雄 那意义上的酒是什么 比如说藏男有一种鸡招骨 他知道是原产非洲的 后来在印度到西藏 那这种古物酿的酒 那过去它是母系社会 它的象征物就是羊水 羊水就是 不是不是 它是谁有权利来分配它 谁才能喝多少 谁有权利分配羊水 所有都是女性 你说的是生孩子那个羊水 它的象征物 象征物 就是这个酒是酒 酒象征羊水 对 我们要喝这个羊水 不是我 你喝的是酒 但它给这个酒赋予意义 赋予的意义是羊水 是跟生命有关系的 长大的 羊水有这么高的地位吗 你说在原始信仰当中 对 我可以信仰子宫 我可以信仰 羊水 这太高了 差不多意思 有专门的人类学著作 论文 再比如说 人类学 认为我们的谷物的民族 就是有春节这么一个东西 或者有农闲的这个东西 它更多的时候 没有陈老师说的这么高级 要照顾客人的什么什么 他就是说 我厉害 我家里东西多 所以他可以从 进入腊八之后 就是年了 其实都不怎么吃 一直忍忍忍忍忍 忍到除夕的那一刹那 把它最丰盛的端出来 而且主菜里边 所谓最丰盛的东西 要把它放足 我小时候 我们家生活条件非常差 但是也要吃暖锅 就是一个锅 里边放上什么蛋饺 猪 牛 羊 肉 鸡和鹅或者是鸭子的一种 然后再加上什么蘑菇啊 豆腐啊 全部都满满了 底下生上火端上来 这个就是说 它都在 这和苏州的七剑子 和杭州的全家福 扬州的何家欢 和这个岭南的盆菜 其实都一样的 就像那个扇尾 他们会把 墨鱼的斧 就是墨鱼盖 来炖 一只整的鸡 整的母鸡 再炖一只 整它的猪脚 放在一个锅里面 来炖 南乳汁反复焦 这个就象征着什么呢 就是它齐犬 我都有了 海 陆 空 你看 就是一边切片的时候 那个厨师要一边说话 看 如鱼得水 那个 切到猪肉的时候 说脚踏实地 切到鸡的时候 展翅飞翔 这个 你就觉得 这可能 它不是一道菜 它是一场战争 海陆空 圆满 立体战争 对 最大 极大城 而且就是 这道菜在朝战 叫猪脚末香鸡 对 我天 其实 这个猪脚末香鸡 不是随便可以吃的 比如说 家中有子弟 上战场了 或者家中有人 要下南洋了 才会吃 就是 小青老师刚才讲的 脚踏实地 展翅膏飞 如鱼得水 如鱼得水 得羊水 其实 羊水崇拜 跟生殖崇拜 既相通 又完全不同 生殖崇拜的符号 是葡萄 是 这个青蛙 或者癞蛤蟆 多脂 对 这个是 因为在古代社会 人的肌肉的力量 是整个社会发展的 绝对动力 所以生殖 就意味着 有足够多的动力 可是 危产期 是一个相当危险的期 过往 难产 或者流产 或者 很多这种 发生意外的事情 都没法处理 所以破水了 又养水了 是非常开心 我们口腔的 对美食的感觉 来自于三观 人生观 价值观 世界观 第一是 我们舌 跟口腔捏膜的 味蕾体验 这是味道 第二是 牙齿 咬住它的时候的 那种牙感 这个牙感呢 可以有扎实感 因为我们讲 咬定什么 或者是我们 吃定什么 这个其实 你不会是 咬一块嫩豆腐一样 你咬住的时候 你有安全感 咬定 清身 不放松 这是安全感 安全感 吃定你了 对 第三个很重要的 是我们吞咽 吞咽的这个动作 其实带动我们整个 胃肠道向下蠕动 吞咽是我们 大块朵移的 一个基础 获得 小金老师 刚才讲的这个 浴淫海聚的 这个感觉是 味道很好 想吞下去 但那个降机呢 又是一个冷的 又是一个硬的 所以需要用牙齿 更安全的 把它磨得细一点 所以迫不及待的 要吞咽的感觉 就是 玉淫 喊趣的 这个感觉 哎呀 刘老师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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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这地方不错 咱们吃点什么呢 您给推荐 我觉得 这家店来 就应该吃 它的羊肉烧卖 烧卖 好 然后我觉得 不应该喝 羊肉汤 配羊肉烧卖 最佳的选择 是配一碗羊杂汤 羊杂汤 对 好好好 好不好 好 服务员 麻烦给我们两克羊肉烧卖 两碗羊杂汤 好 谢谢啊 谢谢 我这还买了一份 那个白切羊肉 好 待会您给品鉴品鉴 在大马弄买的 这个白切羊肉啊 其实跟冷板羊肉 腊羊肉是一脉的 任何羊都可以做 这家饭店是跟胡羊的历史相关 对 也就是说我们杭州人吃的羊 主要是以胡羊为主 是跟胡羊传入江南地区 有关联 这胡羊到底是什么羊呢 就是在湖边养的羊 不是 胡羊是一种绵羊 以山羊杂交的品种 它起源于游牧之后 是蒙古骑兵带到江南 我今天还给你带了一款 吃羊肉烧卖最佳的一个调料 叫糟油 糟油 对 待会你可以品尝一下 这个糟油呢 实际上是跟这个胡羊的传入 一脉相承 那这么到处来看一眼去吧 可以啊 姐 您这太讲究了 用这么好一壶来装这些糟油 你闻一下 其实闻起来没有特别特殊的味道啊 只是有一点点淡淡的香和咸 对 仔细闻的确有花香的那种很清淡很清淡的花香 是 你现在可以拿穿筷子啊 你试试看 这个白切的 白切羊肉 蘸的 好 你试试看 很多这种传统的搭配的吃法 嗯 已经渐渐的被淘汰了 嗯 因为年轻人的口味跟年纪大的不一样 对 所以这个没有传承 这家店呢 它呢 是一家当年的浙江美术学院 就现在中国美术学院 那些像叛天寿啊 宁达川啊 宁丰明啊 他们很愿意来那家店 哦 还颇有文人气息 对 他们经常在那里吃一种小的那个刷麦 然后再回去上课 嗯 它过去就叫羊汤饭店吗 对 一直叫羊汤饭店 哦 其实我在全国各地哈 还真没见过这么做羊肉 做这么全的一家饭店 很多他卖羊肉 他也卖一些别的 但这边呢 从头到尾全是羊 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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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可以站一下 照油 来试一下烧麦 再蘸一下醋 你来试一下 嗯 嗯 但醋 只是觉得吃烧麦多了一点点酸味而已 嗯 蘸这个糟油 你会觉得它跟烧麦综合在一起产生一种新的味道 那为什么他们这不给弄点糟油呢 他们忘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个烧麦 很接近我吃到的在呼和浩特的烧麦 嗯 嗯 但是呢 但是呢它的肉没有呼和浩特的那么多 呼和浩特的那个烧麦啊 那肉更多一些 就觉得他们的这个头上啊 更白 仿佛没有蒸熟一样 就那种像花一样的那种那种感觉更多一些 它这个烧麦皮呢 嗯 是用骨葬擀出来的 嗯 骨葬是中间大 对两边细 两边细 嗯 那么擀出来的这个烧麦皮呢 嗯 边缘很薄 嗯 很干 所以像花一样 对 在烧麦的制作过程中一定有一个骨葬 嗯 来碾压这个烧麦皮 嗯 嗯 我去内蒙吃烧麦 他们信誓旦旦告诉我 烧麦的诞生地 尤其是羊肉烧麦 诞生地就在呼和浩特 嗯 说在内蒙的其他地方都不对 只在呼和浩特 这说法对吗 不可能 有烧麦 必须有三个条件 嗯 一个是蒸笼 对 一个是面皮 第三个是线 哦 明白了 内蒙只有线 不不不 也有皮 但是没有蒸笼 嗯 因为在中国 主产地的最北边 嗯 是交错 对 所以烧麦的起源 一定是 进的中北部 哦 山西的中北部 所以只有把蒸笼带到了呼和浩特 才有烧麦 嗯 才有包子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 比如 有包子 就把这个蒸蒂 带到了呼和浩特 哎 他们因为有了蒸蒂以后发现 这东西好啊 来我们 哎就发明了烧麦 也有可能啊 嗯 没有可能啊 因为 在 烧麦的制作过程中 一定有一个骨锤 嗯 来碾压这个烧麦皮 嗯 这个骨锤 再哗 再就没有看到 哦 这样的 再来一个 我还是 我来点辣椒 但是我建议你不用辣椒 啊 这不合适是吧 反正我们四川人吃烧麦都加辣椒 辣椒 传入中国的时间不足 对 而且 会掩盖你 品尝烧麦鲜美的 对 这种成果 也掩盖了很多的鲜美 哈哈哈 刚才您说到这个 蒸蒂哈 嗯 怎么进入了 内蒙谷 嗯 我就想起来了 在我们四川 嗯 有一种羊肉 嗯 叫做羊肉格格 嗯 很多人就误会了 以为那是给公主吃的羊肉 嗯嗯 其实我们那把这个蒸蒂 叫 所以 羊肉 就是蒸蒂蒸出来的羊肉 嗯 后来呢 有了呃 呃 新的方法以后 甚至有了辣椒以后 现在就演化成为粉蒸羊肉 但是现在很多人啊 嗯 呃 呃 第一他不知道 嗯 第二呢 也不愿意知道 第三 这传来传去呢 可能 那种 呃 更古老一些的说法呢 就失传了 就没有了 大家呢 就 用了中间的 或者后来 大家给他的新的定义 再做新的传承 嗯 那这个 需要我们 拨乱反正吗 需要大家去推广这个更 嗯 嗯 我觉得 这种 日常的混贤式 嗯 随他去就行 对 对 不要那么矫正 嗯 开心最重要 对对对 所以就是我那个 拿着烧麦蘸点辣椒 嗯 管他呢 开心也重要 对啊 这个还 但是你对不起烧麦 哈哈 哈哈 我对不起我自己 那还有一个说法说 在浙江地区 有叫 嗯 西冷 东红 说 靠东边一带 喜欢吃红烧的 西边一带呢 就喜欢吃白切的 我也不知道这些 从哪来的这些 总结出来的 西边呢 主要指的是 鱼行 老鱼行 苍贤一带 嗯 他们有一种做 羊肉的方法 叫韬羊锅 韬羊锅 对 就是 他们把羊肉呢 他们这也有 应该韬羊锅开始了啊 在 杭州的东边 主要是炼式 新式这一带 嗯 主要是吃 红烧羊肉的 这个 面 哦 那么这个面的过程呢 就红烧羊肉是焦头 焦头 是面 嗯 嗯 那么当然也有 红烧羊肉的菜肴 嗯 我在想 这些都是一个 慢慢积累 整合的过程 不是个人为选择的过程 是是是 自然选择的过程 对 那既然说到呢 刚才您说的那个 红烧羊肉 主要是做焦头 他们这也有 我们尝一尝吧 好啊 我来一碗红烧羊肉面 嗯 从理论上讲 做羊杂汤 呃 对羊杂的 比例搭配有要求吗 没有 完全没有 因为任何东西 只要是动 它的风味物质都在 嗯 头 脚 嗯 内脏 嗯 风味物质集中的表现 怎么搭的好吃 哎 哎 哦这个 它这个 就给这么大一坨羊肉 对 嗯 挺好吃的 它为什么把它酸起来呢 它为了让它 缓慢的 把它的 呃 油力的 油力氨基酸 渗透到汤之中去 好吃是好吃 味也挺 挺濃 就是感觉稍微油了一点 嗯 好吃 但陈老师啊 我我个人认为啊 嗯 呃 比如我吃这个 烧麦 嗯 和吃这个羊杂 嗯 我依然能够感受到羊肉的那个山味在 但我不拒绝 我还挺喜欢 对 就是 我觉得这个山味 还得看个人 你要是喜欢的 他就觉得不山 还有一种说法 说这个 我们评价一个食物 尤其是肉食 有说心 有说山 嗯 有说骚 嗯 那么水里面的 都是心 嗯 说陆地的动物吃草的 嗯 一般都有山 嗯 杂食动物 就比较骚 嗯 这个说法 成立吗 都可能有山 有心 有骚 就像您说这个白切羊肉一样 你还得看你在什么时间段 对对对 所以有时候呢 我们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对 就觉得哎 我那天吃的 同一家买的 好像比今天吃到去好吃 我们老怀疑是他们的手艺 好像今天没那么认真 其实是时间的问题 有可能 其实吃饭的人 是不需要知道这些的 大多数人想了解的是 什么好吃 嗯 少部分的人是要吃明白 对对